香菇 葱 蒜 艺人王思佳的夫婿舅先备好料 再来个慢工出细活 跟87岁独居的张奶奶一块炒米粉 先爆香再加入各式食材调味料 最后香喷喷的米粉就可以端上桌 而这一次炒米粉的过程 也让张奶奶感动的回忆起当年 宗珀塞常跟她买米粉 伴到的年少记忆 虾米啦 香菇啦 还有那个分一点红萝卜 红色比较漂亮 比较好看 所以下去一起这样炒 酱油啊 一点那个 现在人家都不吃味精嘛 你少一点那个什么冰糖 年轻时在喜庆艳客 特殊节日才会用来招待客人的炒米粉 张奶奶跟艺人王思佳也热情分享 给独居长辈 不过距离每年都要举办韩式尾牙 只剩下十天 经费募集却还差了四成 让人相当忧心 阿嬷的手艺呢 很好啊 我看他比我厉害啊 所以 精艳 精艳 阿嬷就是精艳嘛 就比较厉害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来 跟他们聊聊天 讲讲话 其实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刚好顺便也练练我的台语 希望大家好好可以帮帮忙 然后因为这一次呢 我们要开两千桌 那经费的部分呢 我们还有 稍微还有一些短缺 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来帮我们认桌 那一桌是五千 那也可以用水洗的方式 那另外就是有那个 我们每个长辈都发一份 就是平安的红包 红包一份是五百 那也希望 也希望大家一起来 那个踊跃认捐 目前 华盛基金会 已经在全台湾设立 372个爱心天使站 免费服务失人长辈 而将在1月22号 席开千桌的韩式尾牙 也急需各界伸出援手 认住一个红包 一桌餐宴 一元都不嫌少 许独老门 一顿温馨的团圆饭 记者顾参永 菜邦报道